好,我们接下来要上的东西叫做亚伯佳觉假说 亚伯佳觉假说提出来是为了解释他老师提出一个东西叫做气体反应体积定律 给吕萨克大哥提出了一个气体反应的体积定律叫做同温同压下 气体反应的时候,他的体积比会成简单整数比 这个东西的重点之一是,他只用在气固态跟液态都不行 只能够用在气氢气加氧气产生水蒸气 这时候他的体积比就会有一个简单整数比2比1比2 叫做气体反应体积定律 这件事情基本上现代国中没有教,你就看一看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解释这件事情,那个原子必须要被切一半 半个原子去反应,才能够完整的解这个状况 可是我们可爱的道尔吞说,他的原子是一颗坚硬不可毁灭的状球 不能把他切一半啊,原子不能分割啊 所以就没有办法啊,那因此亚伯佳觉就提出了一个分子的说法 分子的说法,这件事情,道尔吞他们也不同意 为什么?因为他用的,他用的原子是一颗一颗的 各自独立的,不会有两颗捏在一块的 不会有两颗捏在一块的,可是呢,他说会在一起 他就说同温同压下同体积的任何气体有相同的分子数 跟刚才一样,这句话只用在气体 不用在固体,也不用在液体,只用在气体 总共有四个因素,叫做温度、压力、体积、分子数 总共有四个因素,四个里面如果三个一样 第四个就会一样,所以同温、同压、同体积就会怎样 同分子数,那么亚伯佳觉觉所谓的分子就是 两个原子粘在一起,两个氢原子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氢分子,两个氧原子粘在一起 变成一个氧分子,就是他的分子的意思 所以我说,大尔特威娃那是不同意的 他觉得原子是不会自己跟自己粘在一块 但是他的分子说,所以同温同压下同体积的任何气体 有相同的分子数,那么衍生下来 数学上衍生过来,就是什么意思 同温同压下,气体的体积比就是分子数比 一个体积,一个分子,那两个体积又怎样? 两个分子,所以体积比就是分子数比 一个分子数比,所以同温同压下 气体的体积比就是分子数比 四个因素,三个一样,第四个就会一样 OK?那这是原来的分子的想法 两个原子马在一块,两个原子马在一块 原来的想法,现在把它推广了 现在把它推广,推广成说 具有物质性质的最小单位 一缸子水,取出一瓢,再取出一滴 再切切切切切切,切到最小这一颗 这一颗还有水的性质 那么这一颗就叫做所谓的水分子 它是水分子,OK? 所以具有物质性质的最小单位叫做分子 那么用这样的观念讲下去的话 这世界上就有所谓的单原子分子 一颗就是一颗,我就具有它的性质的 就叫做单原子分子 我们讲过了,钝器,泰乃雅克 这一题学测考过,这一题学测考过 钝器是单原子分子,一颗一颗的 单独一颗的 还有所谓的双原子分子 我们讲过了,所有的气体都是什么? 除了钝器之外,所有的气都是所谓的双原子分子 所以氧是什么?O2,B是什么?Cl2 然后还跟你讲乳素是双原子分子 所以活力、嗅典都是Cl2、Br2,OK? 双原子分子 然后氧化酮也是两个氧原子构成 那意思?两个原子构成 一个同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 叫双原子分子 然后还有更多叫多原子分子 不止一个的 比如说水是由两个氢加上一个氧构成的 F2O,所以它叫多原子分子 一个F2O就具有水的性质 所以叫做水分子 水分子,OK? 我平常呼吸的氧气是什么? 氧分子O2 O2才有我平常所说的氧的性质 有可燃性啊,有助燃性啊那种之类的 有助燃性那种性质 O2才有,OK?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一件事 我说博中车不知道为什么要交不是 有些不是以分子状态存在 你们记得我讲过这个 比如说金属AU 一堆的AU堆在一块,对不对? 并没有所谓一个AU的分子 那若是原子不化就好了 AU代表金就可以了 好,就是这样子 然后叫做所谓的分子说 了解一下亚佛家觉假说的意思 还有了解一下分子说的意思 OK吗? OK? 请写课案论行